今天剛好趕上北野天板宮的梅花節 逛集市加上少梅 還淘到不少好東西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它 好吃 太油了 今天去北野天板宮 今天天氣不錯 上次穿少了凍死我了 所以今天穿得跟麵包一樣 我是吳晨 現在是集市現場 請大家多多點贊 訂閱大大支持啊 您的支持就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非常非常感謝 這間劍道服有點大 但是它的質地特別好 非常的厚實 而且洗的有點發白很好看 這間賣日本傳統服裝的經常出攤 但是我一直就沒有關注過 今天好好拍一拍 這裡的日本傳統服裝基本都叫浴衣 通常是在炎熱的夏季穿的 質地非常輕薄 主要為棉麻 在日本古代是洗完澡後直接穿上的 類似睡衣的一種服飾 現在的浴衣大多作為夏季 參加祭典式穿著的服裝 今天出來的太早 還沒有吃早餐 決定找個地方吃一點是嗎 小籠包好久沒吃了 小籠包 500元 500元一份 500元一份 謝謝 謝謝 小籠包 好好吃 太油了 现在是少梅的日子 所以这北野天满宫人很多 梅花都开了 北野天满宫供奉着学识之神 简缘道真 每年在2月25日 简缘道真忌日的这一天 都会举行梅花节 来纪念这位学识之神 我们又走到后门来了 有几个熟摊我们去逛逛 这个是什么呀 是唐卡的小样吗 一小桌子盐醋 这是江户或者明智时期的木板画 这不知道干嘛呢 应该也是特别的 对这特别好看 当然是个纸的东西 是纸吧 就是也是释然的那种 这是全家的地板 对这儿牙梯 是这种品牙梯 是 这个手牙梯 是 可以的 看到的 它的 天气 空量 超大的 这种 就是 哈哈哈哈 放在哪里 在这儿打电话呢 这一杯子 很小小 嗯 这套茶具太小巧了 有点像大号的娃娃屋里边的 可能是因为今天是梅花节吧 今天的摊位挺多的 也摆出了好多很不错的东西 阿图木 今天拿什么放着 不知道 这也挺好玩的 那也不贵吧 店主街上呢 这个花瓶的气形 是从中国明代传入的 小瓷的枕头 嗯特别好 是吧 餐主别在腰里一个这个 我问他是干嘛呢 他说就是一个毛巾 挺好看的 我看 他老别在腰上了 这个 一个白色的服务 你看 他又不得腰上了 这个像虾目有人仗女的 哦对对对 虾目有人仗女的 那个 还挺好看的 Kili呢 到中午了 我们决定找一家饭馆去吃点饭 休息休息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今天要吃饭馆去吃点饭馆去吃点饭馆的